這遊戲畫面也太讓人不安了吧 欸?是誰? 遊民 充滿在城市中 接到了遊民們消失的回報 在這幾個月內好多人都不見了 調查者們 調查者們把這一切的事情 指向了卡車司機 Burden 伯頓 當成首要嫌疑犯 他之前有各種走私的紀錄 在邊界 連他也沒被找到 根據紀錄Burden 召集了本地的邪教徒們 然後把那些人抓去了不知名的地點 對不對可以跳過了吧 我已經差不多知道故事大綱是什麼了 太趕進來了 哇這個例子效果也太重了吧 平北就是要來除蟑螂的啦 對不對 可以直接跑喔 你轉頭 直直 直直逃走 告訴你的上級 你什麼也沒發現 你回覆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報告 反正也沒有人相信什麼邪教存在的問題 做個鬧種 你感覺自己就像一個完完全全的 單小鬼 大懦夫 在過了 一小段時間後 你就從警局 離職了 逃不過自己的自責 哇 線索就這樣消失了 這個案件沒有人找得到 感謝你的遊玩 你拿到了ending 1 馬的 終極 大軟蛋 重來 那還有分結局喔 太累了吧 這邊可以跳過了 喔原來可以進這麼快進去喔 馬來看一大堆 至少我們故 心裡有個底了啦 我是一個油彈的警員 不能這麼簡單就逃出去 我必須一直剝 一直剝 煎到我死為止 Okay 哇 他們在等 你是嗎 你是對的沙莉 我們 早就不該相信這些 混蛋瘋子 他們把我們全部關在黑暗的地方 我聽到他們又在討論些什麼 這時候了 要趁他們睡覺的時候逃出去之類的 這是多少人被抓啊 500個 怎麼一把槍就直直的放在這邊 我拿了槍 我從他口袋裡搶走了槍 那個白痴 哇他說但是現在做這件事太晚了 不管是誰 讀到這封信 我希望 你可以用這把槍做更有用處的事情 WTF WTF 這怪物也他媽太噁了啦 是外星人喔 他們都是被外星人綁架 把我的血條出來了 我有沒有 子彈可以補啊 不管怎樣我就開槍就對了 我有槍了我跟你講 我救過科技 我有經驗 什麼怪物 我就開槍了 那些蟑螂在我的嘴巴裡面 他們是怎麼跑進我嘴巴的 他們跑出我的嘴巴了嗎 這些蟲子 正稱是聰明 把我的牙齒都拔掉 把蟑螂彈下在我的舌頭上 欸好噁心喔 這什麼垃圾敘述啊 臭的媽的 他說的這些蟑螂應該是這些外星人啊 啊我都沒有子彈我怎麼過啊 要不然就是他設計子彈剛好打死 一定數量的怪物這樣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現在是什麼天數了 大家都被綁在一起 瞎了一樣 都被遮住 我甚至沒辦法 知道現在是夢境還是現實 不管我張開或者閉上我的眼睛 只有一大片黑暗 在我眼前 幹浪費一個子彈 這是要炸 這是要炸是不是 不對這是水還是什麼啊 我們子彈了 靠杯啊 靠杯子彈可以補我不是就死定了嗎 欸 回不去了 啊 唉唷 這是他們的步道士 看一下他們寫什麼 看起來像一些神聖的書 上面是什麼語言 完全看不懂 欸這遊戲真的沒子彈啊 他被綁住還可以寫日記 啊人家用腳寫不行喔 這遊戲你們聽不聽得到背景音樂啊 有一個很爛的聲音在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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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啊外面這麼亮為什麼不能衝出去啊 不對我衝過了 卡車司機Burden Burden你怎麼了 老天啊 這就是那個卡車司機 他的肚子整個爆開了 都是蛆 在他的身體裡面做潮 我要下去喔 這已經做得好噁心喔 下面那隻死水 有沒有子彈好欸 這就當影片封面了 蛤爛的要死 幹 唉唷 異形彈欸 這是那個蟑螂人的 不是 我剩兩發欸 算了這兩發也打不死什麼 怪物了啊 不用講了 阿這遊戲不給子彈就是要我們死在這裡就對了 而且我說真的他媽的 我這個人最怕的就是蟑螂 遊戲中是還好啦拜託不要來真的蟑螂 我真的沒辦法 他這些東西不會 裂開來然後 然後跳一個 蟲子在你臉上然後你就變異形了這樣 喔 被離開 哇幹 欸欸欸欸欸 直接就死了 我在這邊如果沒有子彈我就死了 幹我不信再玩一次 連結局都沒有 死了就直接重來了 遊戲就是關 關掉了欸 有沒有我剛剛 有沒有我剛剛是直接 進門嗎 看一下這邊是殺小 打沒有 打沒有 欸欸欸上面好多 現在孵化的 蟑螂人喔 要不要撩下 沒有用欸 那個叫聲的門有沒有開 我看一下 幹 我接近那個大頭之後 後面會開 問題是開 開了 就 就這樣啊 這殺小 媽這個遊戲太噁爛了吧 哇沒有路了 我如果看這個東西 就等於是浪費我的子彈而已啦 所以最好是不要浪費子彈在這邊這樣 所以最好是不要浪費子彈在這邊這樣 這樣我們看過了對不對 我子彈也收不回來了 可以走了這樣 可以走了這樣 我已經盡量了啦 我是房間都繞過 都沒有 都沒有子彈阿 盡可能的 有了 欸出門欸 有什麼東西需要找嗎 這是我進來的門 欸對欸 啊我從這裡出來了啦 如果我直接出去故事就結束了 但是我必須找到真相 是這樣嗎 可是我已經找到了阿 這邊有外星人盤踞在這裡 擋住了欸 哇遊戲結束了對不對 欸我覺得這遊戲好 好屌喔 為什麼不做長一點 沒了 我活著出去了 你把舊鐵門 擋了起來 瘋了起來 再過了一會 尷尬的 安靜齁 隊長終於恭喜你 他說 嗯做得好 小子欸 做得好 他讓你放假 放了幾天假 你回到家 趁著睡覺 來到早上 你醒來 發現新聞在報導 內間蟑螂屋火災了 整個地方都大火燒進 發現了12具屍體 但是警察 沒辦法 辨識他們是人類 他們外殼很堅硬 還有空洞 就像人型的 驅殼 局長很可疑 Ending 3 賴蟲管制 那小啊 這意思是說 他已經 脫殼出來了 你們知道嗎 我們可以 我們打了這個怪物嘛 他可以動 但是實際上他是 蟑螂異形的 就是節儉的狀態啦 你們知道嗎 那只剩下空殼 代表說他們已經 完全體了 就像賽魯一樣啦 已經完全體脫殼走了啦 幹他媽真他媽噁心耶 啊這個遊戲還有 第二個結局 是什麼鬼東西啊 我完全不懂啊 所有的房間 我都搜索過啦 第二個結局 什麼屌啊 要不然我再進去看看好了啊 有一個 臉的那個房間 還有另外一個 關著門有叫聲的房間 那兩個房間 我完全沒有找到線索可以進去啊 掰掰掰掰 你做了最理性的決定 不管這間房子發生了什麼 絕對不是正常的事情 你還沒有準備好 要應對這種 情...局面 拿著你的 報告的人 回報警局之後 被炒魷魚了 你不是第一個 菜鳥 在壓力中 失去 冷靜的 老手會接手 處理這件事 有三個警員 進去了 這間蟑螂屋 只有一個出來 右腿被感染了 還有一大堆蛆 他只說了有關於 要餵食 餵食母體 之類的話 然後就崩潰了 你知道這不是你的錯 你知道這不是你的錯 但是你還是感覺自己 有責任在 你被安排了兩個禮拜的假期 但是你再也沒有回警局 這件案件沒有在新聞上報導 你繼續過你的生活 你繼續過你的生活 頭也不回的 想要試著忘記所有的事情 但是過了一年後 你還是會在 睡覺的時候 夢到他 第二結局 戰術性撤退 對 我 我真心覺得 欸 對 這個遊戲就是有技術 也有劇情 他這個遊戲做的好噁心啊 尤其像我這種 怕蟑螂的人對不對 就是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真的 他用這種題材 不是那種恐怖的什麼鬼啊 像我們經常玩到的 不是喔 就是用那種 就那種 噁心生物的那種恐懼感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很發毛 然後再加上他製作那些場景對不對 又爛又噁心的 幹 你剛想到蟲就 雞皮疙瘩站起來了 然後啦 故事可以稍微統整一下就是 這間屋子 他們雖然是有回報說 有什麼邪教出入啊 什麼的 那個卡車司機啊 也失蹤了嘛 但實際上他們是想要 拐人進來 然後餵那個 蟑螂媽 然後蟑螂媽就可以生出更多的蟑螂人 他們的目的是這樣 那卡車司機會死在裡面 我覺得是因為 控制不了局面的嘛 因為蟑螂你們知道嘛 下面那地下室不是一大堆蛋什麼的 他們原本 原本不是想要繁殖這麼多 但是控制不了了 超恐怖的 這個遊戲如果再做長一點 就是說有真正的完整 完整劇情 然後丟到死地上面賣 喔 保證火紅 喔 媽的 你怕蟑螂的人 你覺得我嚇死 我先把這個關掉了好不好 結束了 好嗎